在所謂新選舉制度之下,過往不同派別的政治競賽已經消失, 代之以親北京政客之間的互相較量。 大環已除,特區當權者本該是穩坐釣魚船, 但又表現得患得患失,恐怕選舉不得民心,支持者少。 因此,不惜是刑法事後禁止呼籲市民不投票或投廢票, 特區當局陷入重重憂慮,當然是自己心虛使言。 好地地的選舉制度按照《基本法》運行了二十多年, 現在是以完善選舉制度之名,變成完善委任制度之實。 不僅將民主派、本土派的從政者秉珠門外, 亦同時剝奪了全港選民的選擇, 因爲候選人必須要首先通過當權者的因選, 還要拿到親北京人士主導的選舉委員會 裏面五個界別的成員提名,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當局既要剝奪選民的選擇, 又要他們支持當局的考取豪奪, 不僅僅是強人所難,亦都是強自己所難。 困難是更加在於特區班子脫退於小圈子選舉。 嚴重欠缺代表性, 不要說佔六成香港人的民主派、本土派支持者是不以為言。 甚至親北京圈子之中, 亦都有不滿特首林鄭月娥的政策和作風。 一個先天欠缺民意認受的特首和政府, 提出和執行一個大規模剝奪市民參政權利的選舉制度, 又怎能期望可以負負得正以倒行逆施, 而得到市民的認同,尤其是反對者的支持呢? 更加不要說, 單是看林鄭和她班子長期低沉不起的民望, 就令人擔心。 反修例運動時間兩年,儘管小恩小惠政策是不斷推出, 但市民對林鄭的評分仍然在三十分上下浮沉, 超過四成人更加一路給她一個零彈。 反修例運動支持者立場堅定, 不忘記、不原諒是由於林鄭兩年下來, 不僅是沒有與反對派溝通、和解、從而重新合作。 更加是擴大打擊面、限制言論自由、 壓制公民社會、拘捕異見人士、取消議員資格等等。 特區當局的言行,彷彿是不斷提醒市民 整頓反修例運動的措施如波未了, 現在又推出所謂完善選舉制度不外系風繼續吹。 因此,市民如果將12月立法會選舉當作由一次的信任投票, 結果是怎樣?早已寫在牆上了。 兩年前,71%的選民參加區議會投票, 以選票表達反修例運動的訴求。 結果,八成半的議席,由民主派和本土派當選。 但當局不僅是寸步不讓,今年更加採取反制措施。 以法律規定區議員必須宣誓效忠, 不符合官方規定的是可以被取消議員資格。 結果導致320多位民選議員, 他們不是自動辭職,就是取消資格地離開議會。 經此一役,180萬民主派選民怎麽還相信投票是有用, 當局絕對不能視作理所當然。 而即使他們走入票站,又會不會勉強自己, 在公聯會和民建聯之類的候選人之中作出選擇呢? 一年多以來,民主派議員絕跡, 立法會失去了強大的反對聲音。 對於重要的事項, 好像徹底所謂清明的防疫政策, 已只是沒有開支預算, 也沒有預計支付能力的所謂北區都會計劃, 議會裏面是監察實力, 也不能夠引發社會的辯論。 所謂新選舉制度,直選議席是減去四成。 但是就加入了小圈子,選舉團產生的四十席, 議會的監督力相信比現在更加不濟。 如果說投票就等於支持選舉制度, 一直要求真普選,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六成選民, 會有什麼選擇?還需要說嗎? 其實大局既定,北京對立法會九十個議席, 可謂是十拿十穩,沒有他的首恨是休想入閘參選。 但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不悶聲拿議席? 但是要自找麻煩,成就不可能任務, 去爭取民主派市民的支持呢? 大陸學者田飛龍一語就道破過中的關鍵。 他除了說新選舉制度是需要認可和支持, 更加表示今次選舉是新制度和民主整合的良性進程。 後面這句話就指出了兩個重點。 一,就是新選舉制度不是民主制度。 二,就是不過通過今次的選舉, 民主可以藉私還民,就可以確立了新的制度。 第一點是事實,不需要再說。 至於第二點,他沒有說清楚, 但意思不耐,是說那些獲得中央恩准入閘的非建制派候選人, 如果是拿到民主派群眾投票支持他們當選, 一後他們都只是限於對經濟民生議題發言的話, 代表他們已經放棄了那批到現在依然是拒絕參與新選舉制度的民主派 和他們所代表的政治理念。 而這個新選舉制度一旦取得大量民主派群眾支持, 亦都自然是會取得法律所無法給他們的所謂認受性, 成為令人信服的制度。 假如真是這樣,田飛龍就好像在中谷史馬。 是不是和怎樣投票代表你們抱什麼立場? 是堅持五大訴求啊? 還是說選擇遺忘投身美麗的新香港呢? 大家好自為之,我是杜耀明。 今次的評論到此為止,下次再會。 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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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你。